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2014年起 WTA香港公開賽 每年10月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擺擂台 邀請世界頂尖女子網球手來較量 為網球迷帶來視覺上的享受 不經不覺就來到9月 亦即是好戲在一個月就會上演 今日主辦單位就舉行記招 宣布本年度參賽球手鎮肉 以及今年新篇的一些元素 我知道這些新元素還會牽涉一位殿堂級人物 今日記者會的場面相當虛狠 現場的來賓和傳媒朋友 都很期待有哪些頂級高手 會在10月初來掀記 結果答案一揭中 的確有不少驚喜帶給大家 在五大焦點球手當中 今屆賽會繼續邀請到 現時世界排名第七的烏克蘭美女 斯維杜莉娜重臨香港 而在去年以非種子身份 贏得法網的拉脫維亞身色 奧斯達崩高也會首度訪港 另一位值得關注的就是現年20歲 剛剛在未亡殺入決賽的 日本旋風大阪直尾 另外當然不少兩位剛剛在印尼亞運會 贏得女子單打金銀牌的首席 中國女球手黃翔和張瑞 除此之外 我們的香港代表張寧和張偉媛 都得到外卡參賽資格 他們亦分別在上個月的 印尼亞運殺入女丹八強 22歲的Yudas更加在過程中 擊敗上屆銀牌得主 來自泰國的古琴 狀態相當不錯 不知道兩位最想對哪位高手呢 我覺得會想打奧斯達崩高 因為我之前有看過他比賽 他很大力 每一個球都全力打 之前他也贏了Grand Slam 而且他很小的 我希望可以感受一下他的節奏和球役 我想最想打王翔 因為他剛好運都連續兩次獲金牌 這次在印尼也有看他打 覺得他打得很好 而且打法很聰明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都是會有一個很好的經驗 相比Yudas第一次入main draw 大師姐張寧將會在第五度 在維園主場亮相 他們兩個的目標都相當明確 我覺得每次跟他們打 都覺得他們的接觸很快 和我平時比賽的對手來說是厲害很多 所以每一次比賽的時候 我都希望記住那個感覺 之後回去練的時候 都要求自己 我想都會興奮一點 因為都沒有什麼壓力 知道知道很多鄉人都會來支持 很多朋友都會來看 希望可以自己打好一點 表現好一點 可以拿得好成績 剛才就賣了個關子 在賽事期間會有位重兩級的人物來說 她就是球員生涯 贏過法網、歐網兩大滿冠 WTA世界排名 曾經上到第二的中國球手李娜 四年前掛牌退役的她 將會重返賽場 以特別嘉賓身份 在升級名人賽量上 李娜其實是一個網壇的轉奇人物 她贏了這兩個這麼大的賽事 是令到年輕的球手 是一個很大的鼓舞的作用 令到他們很想在網球上面 都可以有她這樣的成就 所以這次李娜可以來到香港 跟大家見面 我想也會給香港的觀眾 帶給很多的好處 賽會今年除了特意找來 李娜提高關注度之外 他們還會將過往都有的網球同樂區 擴充到面積更大的 維園六號足球場 將美食、遊戲和表演結集 歌手蓮詩雅到時都會現身撐場 知道今年會有很多很精彩的網球比賽 亦都會有一些可能在外國請回來的網球員 所以其實自己都很期待 很想去現場看到他們的比賽 亦都知道在這個活動裏面 有一個銅鑼區 今年是第一年加了這個音樂會的部分 亦都很開心可以參與在這個活動裏面 這項這麼祝福的城中盛市 到時Now Sports 都會為大家送上連場直播 記得留意